记者杨绵杰台北报道,明天就是三八妇女节,妇联会将举办庆祝活动,邀请国内重要人士及外宾与会,除了有周片回顾展及音乐表演外,也响应联合国实现性别平等并增强妇女和女童全能的重要目标。 妇联会表示,传统上都是举办国际妇女节联谊茶会,联系外宾情谊,促进女性意识与关注妇女议题,而今年的节目计划有突破性发展,明天将于一楼大厅举行老周片回顾展我们走过的路。 妇联会说,在宾客方面,除了主人妇联会主委雷茜,尼加拉瓜大使达比亚,与妇联会创办人讲夫人圆圆圣圣圣的一族学校代表妇达人,清华新棒球队国手林华为,眷村子弟代表张光斗,红十字会长王清风都是邀请贵宾。 妇联会也规划完整乐团任容表演艺术学方光阴的故事演员陈佑芳担当相关演出内容相当丰富,活动将于明天上午10时于林森南路会所八楼礼堂举行。